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那些年轻的老师说 我说你每天坚持写作 每天写一千字 记录你的课堂 记录你跟孩子的故事 记录你每天的生活 记录你的阅读 记录你的思考 我说如果你写十年不成功 我赔偿 以一赔百 也就是说你给我一万保险 你不成功 我赔你一百万保险费 虽然这是一个玩笑 但是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玩笑 因为当时就有一批教师真的按照我的想法 开始了他们的教育写作 开始了投保我的新教育的成功保险公司 那么这几年来有一大批教师在写作中成长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个来投保的就是我的第一所新教育试验学校 一个老师叫吴樱花 他班上一个孩子 是个典型的 我们不能算学渣吧 是一个后精神 父母离异 孩子非常的调皮 调皮到你难以想象 比如说孩子们出去做早操的时候 他可以把 因为他们是技术式学校 把每个人的牙刷用粪便搞一个 然后把它洗掉 然后回来以后 大家刷完牙 他说我有重要消息要宣布 你们所有的牙刷都被粪便搞过了 你说恶心不恶心 就这么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 有着非常强的叛逆的这样一种特点的一个孩子 老师没有放弃他 就专门为他写观察日记 每天观察这个孩子的表现 跟他交流 跟他沟通 跟他父母联系 写了三年 结果谁也没想到 三年以后的中考 这个孩子成为当地的中考状元 所以写作不仅就帮助了孩子 有更好的发展 也让老师自己有了更好的成长 这个老师就把这段故事 把他的写作整理成一本书 叫《孩子我看着你长大了》 这本书已经成为我们新教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另外深圳有个老师叫陈小华 他的网名叫洪秀 也是他根据我的这样一个教育理念 开始的教育选择 当时他接受了一个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工作 你想想我们知道在中国高考是最紧张的事 高三又是高考里面最关键的这一年 他竟然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开了一个博客 开始写他们的班级故事 他的博客的名字就叫《守望高三的日子》 他每天把自己班级的故事记录下来 结果一年下来 谁也没想到 班级的孩子成长得非常好 高考成绩非常优秀 他把这一年的纪录 整理成一本书 书名就叫《守望高三的日子》 然后校长给了他一个最差的班 说你很厉害吗 前面这个班很棒 这次再给你一个班 这个陈老师给我打电话 他说朱老师这怎么办 校长把最差的班给我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说他只有上升的空间 没有下低的可能 我说你怀差者希望上路 他就真的给自己的班级博客 开了一个名字叫《怀差者希望上路》 一年以后超越了上一年度 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也把这一年的写作 整理成一本书叫《怀差者希望上路》 所以写作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是起作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对孩子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那么写作对人的成长的意义绝不亚于阅读 而且阅读和写作本身是相互相成的 写作 我们前面讲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会帮助你学会反思 学会思考 为什么清华大学 从去年开始要求所有的学生 都要选一门课 叫写作与沟通呢 我和这门课程的倡导者 这个钱宜一先生做过很多次交流 那他就说 其实在世界著名的大学里面 写作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 不亚于阅读的一门课 那阅读同样很重要 我们知道在国外 都把培养阅读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从国际教育界来看 那写作在帮助学生成长的作用上 同样非常关键 所以怎么样从阅读力过渡到写作力 是非常重要的 阅读和写作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龚老夫子说 学而不是之王 是而不学之代 其实讲的就是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前面我们讲的阅读 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 写作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 其实写作是阅读的自然 递进的一个成果 也是真正写作的开始 阅读是一种思考力 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而阅读呢 正是用语言去破译文字背后的意义 阅读的重要作用 是触发学生的思考 但是由于我们中文的特殊性 再加上我们长期的教学的惯性 我们的语文教学仍然以背诵和记忆为主要手段 很少真正地去教学生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有阅读 可能没有思考 但是写作呢 恰恰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写作本身也是思考力 阅读是输入 写作是输出 两者都可以出去思考 作品的忧虑往往取决于作者思考的广度 深度和创意 但是由于我们的语文写作教学 不进行思考性的练习 加上对于优美词句的过度的重视 所以学生学生作文啊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内容不清 逻辑不明 表达不畅 在我们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中 写作基本上还是一个硬式性的训练 这种硬式性的写作 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真正成长的 那么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思考力 那么思考力本身是什么呢 是创造力 因为一个思考力很弱的人 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 人工智能已经大踏步的 入侵到我们人类思考的领地 但是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 入侵的主要还是在计算机等于 未来人类更值得自己骄傲的 仍然是人类的思考力 美感力和创新力 阅读力 写作力 思考力和创造力 就像人脑中的四个齿能 它相互是出镜的 是相互相成的 相互作用的 所以我们形成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正是语文教学应该从学生的成长而守 为学生的未来去奠基 交给学生带着这个能力 那么现在读写策略的重要性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语文界的专家们所认识 也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的学者们所重视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 在新版的语文教材里面 还专门设置了读写策略的单元 那么写作到底对人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我曾经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 叫《语文字打交道的人只幸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类风景 一种是自然的风景 一种是精神的风景 那么自然的风景呢 需要我们去走进山山水水 你不仅仅要有闲暇 还要有闲钱 是吧 但是在精神的风景面前 我们其实有更加平等的机会 而这些风景 其实就是由文字组成的 我一直说 文字的秀丽和壮美 绝不亚于任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所以文字打交道的人 我说有两种人 一种是读书的人 一种是写作的人 读书的人是幸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自然风景以外的精神风景 他可以欣赏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 写作的人同样也应该是幸福的 因为写作是能够培养幸福感的 所以写作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它可以帮助人 拥有更幸福的感觉 为什么写作的人是幸福的呢 我说写作的人 其实是一个文字的魔术师 你想想 我们打开末延的小说也好 打开路亚的平凡的世界也好 那些字我们几乎全认识 但是这些字你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作品呢 英文当然更是 英文26个字母 中文几千个方块字 它的组合变化 到底是怎么变化 就字还是自己字 但是它的变化 我说抵得上任何神奇的化学反应 它通过各种文字的这种搭配 它可以创造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的确是如此 所以在创造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它会有强烈的幸福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第二呢写作能够帮助他们培养观察力 那我也说过 我说写作的人一定是伟大的观察家 写作不仅仅需要一颗纯寂的心灵 更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 写作的人啊 他能够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世界 能够发现别人无法发现的风景 是不是这样 的确没有好的观察能力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说 你要培养写作力 必须要从培养观察力开始 那我们用不同的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往往都是你看到的独特的东西 你越是独特 就越是 有魅力 第三呢写作能够锻炼我们的思考力 或者是思维力 写作的人啊 他应该是个智慧的思想者 因为我们知道学习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来进行 而思考更多的是通过写作来进行的 而真正的思考一定是从写作开始的 所以我曾经跟潜仪教授在那边交流过 他说一个人要训练自己的思维啊 就一定要从写作开始 所以当我们拿去笔的时候 当我们敲去键盘的时候 其实你才能真正的 系统的去进行思考 的确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 我经常躺在床上去思考 然后思考一会儿就睡着了 那我经常有的时候手边没有笔 没有电脑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 脑袋就会飘忽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所以只有你深入写作的时候 我觉得才是你建立理性思维 学会自我反思的真正的开始 第四呢我觉得写作能够帮助一个人走向卓越 写作的人同时也应该是历史的创造者 不是这样吗 那我说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历史学家的历史 是记录者眼里的历史 所以写作不仅仅记录着我们自己所出的时代 也记录着我们自己的生活 其实也是在书写着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的传奇 所以让青少年去欣赏文学 清静文学 不一定就是培养未来的作家 而是为了让青少年的心灵得到更健康的成长 让青少年通过文学进入到一个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写作的也是如此 那我经常说我训练写作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像 曹文轩这样的安中生奖获得者成为有名的作家 也不一定成为某个名牌大学的学生 其实写作就是帮助你学会思考 帮助你能够创造自己的真实的人生 有写作和没有写作 坚持写作和不坚持写作 对一个人来说完全是不一样 我很崇敬的前苏联 也就是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教育家 索吴姆林斯基 他17岁做这个小区校的 在乡村的 在他所在的那个巴布列斯学校 一直没有离开过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 他除了担任校长从事教学以外 他写了四十多本教育专著 发表了六百多篇论文和一千两百篇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 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教育专著 已经成为广大教师的必读书目 前两年我这个多完了他的 我能够找到的所有他的作者 和他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对话 那我觉得这位教育家 就是一个坚持写作的典型 那我相信如果没有 索吴姆林斯基的写作 不仅仅他这几十年 在一个乡村学校的耕耘 我们无法知晓 那他那些伟大的教育思考 和教育理论 也无法真正的流传 所以写作对人的成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去热爱写作呢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前提 是让孩子们真正的热爱生活 让孩子们能够活得精彩 做得精彩 他才可能写得精彩 所以为了写作 必须要把每天的生活 安排得更有意义 更有条理 更加丰富 更加精彩 为了写作呢 你也必须阅读 必须思考 必须更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 丰富多才的活动 所以在 应试教育的这样一个压力下 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孩子 在语文学习上就表现出 抗拒阅读 抗拒写作 害怕写作的倾向 表现 非常之明显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 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写作习惯 让孩子在意写作呢 其实我觉得方法也很简单 第一条 帮助孩子学会观察生活 这个观察是写作的第一步 我那个孩子朱牧 我记得很清楚 他上小学的第一天开始 我和他一起 在家里的盆子里 种了一盆黄豆 我就告诉他 你每一天写一篇 种豆观察 写一篇种豆观察 所以第一天 他写 浇了水以后 什么都没看到 就那么几句话 然后慢慢的 黄豆开始破土了 慢慢的黄豆开始发芽了 那就一天一天写下去 写了一两个月 种豆的几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写 这个 这个观察生活 所以 所以周末小学第一的时候 写了一本小书 叫老虎拉车我敢坐 那么老虎拉车我敢坐 其实也是一篇日记 就是我和他一起 到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去 他观察这个老虎的日记 那当时这个老虎还 这个拖了一辆车 他坐在这个老虎的车 这个这个拖的车上 那后来 用这个作为他的一本书的名字 到了中学的时候 他继续 继续写日记 所以中学初中的时候 他的日记 名字叫 我和老爸是哥们 那我和老爸是哥们 也是一篇他日记的名字 到高中 这个 他开始比较多的旅行 我们因为每个假期 都要带他出去旅行 旅行也是为了 让他看到更大的世界 让他学会观察嘛 所以高中时候 他就写了本书 叫悲喜新郎走天下 所以小学初中高中 他的日记基本上都 都出版了书 出版了书 而悲喜新郎走天下 其中相当的部分 是在他英国去 这个访学的时候 那么他的访学日记 所以 这个让学生学会观察 是很重要的 和观察相关的 其实 就是 学会写日记 我一直说啊 这个写日记啊 是培养写作的一个 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写作只有在写作中 才能培养 我曾经批评过 现在我们语文教学里 关于写作的问题 我说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写作量太少了 那一般情况下 你一个星期 能写一篇作文就不错了 而我是主张 学生应该每一天 这个写一点东西 特别是坚持写日记 写日记是非常好的习惯 那我从 这个中学开始写日记 那一直到 这个 这个 今天早上吧 应该说 几十年没有 没有中断的 但是 最近这些年来 更让我能够 感受到了写日记的 独特的优势 比如说我今天带了 带了一套书 这一套书 你看还是很厚厚重的一本书 一百三十万字 上下两册 新华出版社 出版了我的 两会手机 那这一套书是人大 就我在人大这五年 是吧 那么 刚刚在上海书士上 我的一本书首发 这本书是政协的 因为我担任了 这个政协委员 那是我担任人大 这个常委会期间 这是我上上一个政协五年期间的 两会手机 叫春天的约会 那么很多人 都觉得很惊讶 说我们也做人大代表 我们也做政协委员 为什么 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成果 就来 我在人大这五年来说 人大的 同志跟我说 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那从产生以来 没有一本书 像你这样 原生态的记录 中国的两会故事 其实不是做不了 而是真正的 没有人好好的去做 那么我觉得它做下来 好像你单独的一天来看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你把它串起来看 它就非常有意义 我记得在前几年 我到哈佛去访学 做法文学者 那么 在哈佛的图书馆里 我就找到了我的一本书 叫《我在政协这五年》 就在写人大这五年之前 我做过 这个五年的政协常文 那么我把政协的原生态 记录下来 那么我就 很奇怪 因为我写过很多教育的理论书 他们可能背顶收 但这本书 在哈佛特斯馆里有 他们过手 其实他说 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政治 不仅仅要看人民日报 不仅仅要看新华社 记者写的东西 我们更要看民间的声音 那么中国很少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写自己的故事 而你把它原生 它在记录下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当我一年一年的出版 一年一年坚持的时候 很多人就渐渐地觉得说 朱老师 其实你是一个 中国两会的一个见证人 那么这样的历史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在人大政协开会的每一天 我都会原生态地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网络去发布出来 很多人都在第一时间去看我的发布 因为在他们眼里 人大政协还是有点神秘的 但是我把它原生态地记录下来 我们怎么开会的 我们怎么讨论问题的 我们怎么样去写提案的 怎么样去提建议的 我们的小组讨论是怎么进行的 有哪些议题 在我的日记里面都可以看得见 所以这样的一种写作 我觉得它就富有了很深刻的意义 其实它也是在写实 包括我们的老师 很多老师都跟我说 朱老师你让我们写作 每天写自己的故事 有什么意义呢 每天不是一样吗 那我说对 你如果说不写作 你每天可能就是一样 你就是拿着一张教育的纠缠票 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可能你就是交了一天 然后重复了三十年 但是写作的人不一样 我说你把它写下来了 那其实你就会思考了 那你不是简单的记录 写作一定是伴随着思考的 所以你今天课上的很精彩 成功在哪里 你会记录下来 你明天就会把成功的东西 把它固定下来 你今天上杂了 做的什么不好 你会记录下来 然后后天你再上课 你就会避免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写作啊 尤其是写日记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有效的写作的方式 第三呢就是 大量的阅读 摘抄明言警句 阅读和写作都是要训练的 也都是要学习的 所以一胜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他在文章里面讲得非常好 他说有些人啊 把阅读和写作看作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而且特别注重 这个写作 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 好像语文程度 只能看写作程度 其实不是 他说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的话 写作能力是不可能提高的 而且他说常常有人 让出版社去出版 怎么样写作文这样的书 他说其实这类书是没多少作用的 如果看书就会写作了 那么作家就根本就没什么本事了 那么其实他说写作跟阅读是一样 只有大量的阅读才能真正的夺懂 只有大量的写作才能真正的写好 所以大量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所以平时呢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做读书笔记 让把他们看到的书里面的精彩的东西 他喜欢的东西随时的操作下来 让孩子们在面对写作的时候 不再是无话可说 无话可讲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记得我是从小学开始 就有好几个本子 那是分类的 再操 那《名人名言》有一本 再操 就是我读的书里面 这些《名人名言》在讲的话 第二 精彩的景色描写 写景的 我会操一本 然后写人的 我会操一本 所以这样的一种摘操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 在他关键的时候引用 那也会非常的出彩 另外呢 他会举一反三 第四呢 就是防写 其实我记得上次 我们在讲儿童诗的时候 就说过 就引用过 我那个小孙子 防写一声陶的风 来写的光 那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写作啊 都是从防写开始的 高红波老师也曾经 引用过《雨果》的话 来诠释自己创作的 两个重要奥秘 就是诗人的两只眼睛 那一个注视着人类 一个注视着大自然 一个叫观察 一个叫想象 所以一朵儿童诗 它能够帮助孩子 学会观察和想象 尤其是从防写开始 可以让孩子顺着 原作者的写作方式 跳出他的思维框框 来芳飞自己的想象 有的时候能够写出 比原诗更奇妙的诗句 所以在我们的 新教育的 这个承送课程里面 就有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让大家防写 那根据原文 然后改变其中的主题 或者说改变其中的关键词 那么格设可以用原来的格设 那么这样的一种防写 所以各种文体 其实都可以通过防写训练开始 当然第五个 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 需要说的 就是写作是要有一些 基本的训练 比如说你写作 总是有规矩的 怎么开头 怎么结尾 怎么写内容 怎么写小文章 所以易成涛先生就强调 写作还是要遵循法度的 他说就像画人物 你要学树苗 学唱歌 你要连发声一样 你基础扎实了 以后才有 无限量的发展的空间 比如说开头 他说文章的开头 就像一末末戏剧 刚刚开末的 那个伊萨拉的情景 你选择的适当 注意奠定全目的情调 笼罩全目的空气 使人立刻把 纷乱的杂念放下 专心一致地看 那下文的发展 你就开头要抓人啊 再比如结尾 那结尾也是 那所以我们看到 有些人写文章 没头没尾 就感觉看了没意思 那么结尾 其实它是也要求的 那易生涛先生说 结尾呢就是文章 完了的地方 但是结尾 最忌讳的就是 你真的把它完了 就是要让人觉得 文字虽然写完了 但是意义呢 叫言为意尽 让多者能够感觉到 像觉感能一样 咽了下去 但是嘴里面还有余味 那又好像听音乐 已经到了最后的那个接拍 但是耳朵里还有语音 那才是最好的结尾 再比如怎么写 写什么 那一生涛先生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 关于写作内容和写作的方法 首先他说 你首先得写自己最熟悉 最亲切的东西 一个人物只在你面前 写了一线 一件事情你只认识到了十分之三 你不能够去写 因为你知道的不亲切 所以你只要认识清楚了 你只要把细节把握了 前因后果明白了 你写的时候才不会勉强 不会含糊 才会像泉水那样 自然而然的活泼的流淌 所以他反对我们大学招生考试 像科技制度一样 吹一些离学生生活非常遥远的题目 那这些题目不能够让孩子们 亲切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记录自己的实际生活 那所以好的写作 总是和自己的生活 集合得最紧密的 所以一辰达先生也曾经说 我们要把生活和作文集合起来 多多练习 做自己要做的题目 久而久之 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种发展 一种享受 而无所谓练习 这就与文章产生的自然程序 完全一致 所以为什么我说强调写日记 因为日记就是你每天 记录自己的生活 是和生活提到最近的 另外呢 一达先生就是一开始 他不主张那些大文章 他说你还是写那些 短小的文字开始 为什么说我们主张孩子 可以先从写诗歌开始呢 因为诗歌都很短小 语言都很精炼 就像画画 画画一般都要从 这个这个树苗开始 从摸探的写作的手一样 那所以这是基本功的训练 就让你知道哪一些反手的线条 可以省掉 哪一些主要的线索 一丝一毫都随便不得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说的问题 关于新教育的研制的一个项目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听读会说 一生老先生呢 专门也写过一篇文章 我看过他写的一个叫 写话 写自己说的话嘛 叫写话 谈文章的修改 以及写文章跟说话 那么这三篇文章 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 就是写作就是说话 正好我今天早晨 在这个车上 看光明日报 你看光明日报 一篇文章题目就是 好作文 首先就是好好说话 那就是他分析了 今年的搞好作文 那些写得棒的文章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写作文 好作文就是好好说话 所以一生老先生也说 写作其实跟说话是一回事 用嘴说那叫说话 用笔说话那叫写文章 所以嘴里说的是一串 包含着种种意识的声音 那笔下写的是 一串上有意识的文字 所以写文章绝对不是 去找一些华丽的词照 奇奇怪怪的文字 把它写在纸上 其实就是把你想说的话 用文字写出来而已 如果这样来说的话 思想 语言 文字 三样 其实就是一件东西 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 说那不说声的话 说出来就是语言 写出来就是文字 义生桃先生曾经给教师提过建议 那他写过篇文章就是和教师谈写作 其中就明确说写作对于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系统的整理自己的思维 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写作就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想一想 想清楚了 构成一个有条有理的形式 用书面语固定下来 那些东西在脑子里的时候往往是朦胧的 不完整的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顺 但是写作能够把它意义化 逻辑化 所以写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俱乐生活 而且能够整理思维 所以我前面说 为什么说 真正的思考是从写作开始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既然写作是说话 那么怎么能够把话说好呢 那么一生潮先生也提出四个不 就是不花言巧语 言不由衷 不认识为非 讲虚作舌 不寒寒糊糊 不云不白 不颠山道士 若里若说 其实这是从四个商 一方面 讲说话的技巧 也是讲写作的技巧 那第一 不花言花语言不由衷 对不对 你什么叫花言花语言不由衷 你画鼓里画骚的 那都讲的不是真实的 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不认识为非 讲虚作舌 也就是你写的东西 都是实实在在的 都不是违背事实的 那不能说讲话 你要说真话 那第三呢 不含含乎 不明不白 也就是 这个事情 你都把它讲清楚 表达清楚 大家一定是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 你不能听了半天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最后就是 不颠山道士 落里啰嗦 就是你一句话 能够说清楚的 就一句话说 你不要用三句话 四句话 那这个 落里啰嗦 那当然是不行 那 所以他这四点 前面两个说的是老实 后面两个说的是明确 那 所以他说说不老实的话 写不老实的文章 无非是想要自欺欺人 说不明确的话 写不明确的文章 是等于自己说了白说 人家听了 莫名其妙 那 所以 写实而明确 就是要锻炼 我们的语言习惯 当然我们知道 文章跟语言 毕竟还是有不同的 因为像说话 像我在上课 我可以借助我的手势 借助我的面部表情 但是文章里面没有了 那 说话你可以天然海白 不讲究 开头就尾 但是文章呢 你要讲究 说话你可以没有题目 文章你要有题目 有的时候题目也很关键 题目怎么抓人 那是很有讲究的 说话你可以用方言图语 那么我写文章 那当然你必须用规范文字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说话和写文章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新教育在训练写作的时候 特别关注了说的问题 我记得在2006年 我们新教育第六届年 年会的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 叫儿童读写会的项目 什么叫儿童读写会呢 其实很简单 读就是父母亲 老师给孩子讲故事 给孩子读书 读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读完了以后让孩子去画 把你老师说的 父母讲的 画出来 幼儿园的还不会写字嘛 但是他们可以画画 可以想象 把它画出来 画完了以后呢 会给爸爸妈妈讲出来 就是把 其实是把你父母亲 老师讲的故事 复述出来 当然经过自己的加工想象 因为你把它画出来了 有的时候也可以画 故事续编 就是你老师讲的这个故事 妈妈说的这个绘本 然后呢 我再去编故事 就是后来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 他说出来以后 父母亲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叫读写会 那么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那么后来呢 我们把这个读写会项目 升级成叫听读会说 为什么会强调这个呢 其实是四个侧面 因为过去我们讲读写会的时候 有一个因素 没有强调 就是听 就是我们讲沟通的时候 很少有人关注听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说还没有听重要 上帝给了我们两个耳朵 这给了我们一张嘴巴 就是要让你好好听 多听 会听 和人交往的时候 如果你让人感觉到 你很认真的在听 他对你的好感 就会增加很多 包括像我们上课 那如果我感觉到 学生在下面听得 聚精会成 听得很起劲 我讲的会 会非常的开心 这就是完全是一个 互动的过程 所以 听是一门艺术 听本身也是要学习的 听和读是相互相成的 读的过程中 讲的过程中 那么让你能够很好的去理解 然后听完了 会就是把它画出来 画完了以后把它说出来 那么说的时候 你把它写下来 其实就是文章 这个项目 现在我们的新学多研究所 特别是东西老师 已经把它发展成 一个非常重要的 新教育的项目 叫说写作文 那也就是说 让孩子们 就是特别是对那些 怕写作文的孩子 很多作文 拉刀笔就不知道 何从下手 但是你会说啊 所以就鼓励还是讲 比如说 看完了一个电影 你就讲 这个电影的梗改 你就讲 这个电影的故事情急 你就讲 听了这个故事的体会 讲下来 就是一篇好文章 那比如说到 到这个 到公园里去游玩 那比如说 经历一件事情 你就完整的 原生态的把它缩下来 所以我们专门 就是用 柯达讯飞 这样一个体系 那让你说了以后 就自动就变成了文章 所以孩子 很多孩子一开始很神奇 你看 过去我不会写文章 现在我一说 一篇文章就出来了 前几天我看 这个我们新教育的 首席培训师 也是我们新学多研究所的 常务部所长 郭敏晓的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里面 就讲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说他亲戚家一个孩子 不到七岁 那小学一年级 叫陶陶 在成都电子科大 富小 那么他们也在读 我刚刚推荐的 那个新孩子系列 一年级 惊喜的秋天 那我们这个一年级 这套书啊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书后面 有一个叫 缩写启蒙 那那么这个孩子 多了以后怎么用呢 巨峰大姐就告诉他 那关键词来缩写 也就是你说的时候 先想一个关键词 然后围绕它来展开 所以巨峰大姐和这个六七岁的孩子 交流了五分钟 那么孩子呢 就根据关键词 说了一篇中文叫 我想上小学 三百九十九个字 接下去 在巨峰大姐睡午觉的时候 孩子看了这个 这本书上的三个故事 然后就写下了三个关键词 说了三篇作文 这三篇作文的题目分别是 我爱爸爸妈妈 三百四十二个字 我要保护别人 两百零二个字 我上学了 两百零九个字 所以 像这样的缩写 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所以这样的训练 对孩子的成长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 你像一天 这个孩子轻轻松松的 用游戏的方式 就缩写了 一千一百多字的 这样一个 说写作文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都很惊叹 这个孩子过去 从来最怕写作文 最难受的 现在这么文师全勇 感觉到很惊讶 其实我们新教育里面 有很多老师 很多孩子 这样的故事 所以真正 让孩子爱写作 让他会说 把说和写 很好的结合起来 对孩子的培养 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编导组的老师 也给我讲过 他的朋友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也特别可以说给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编导 他的一个朋友 每天晚上 都会给女儿讲一本书 或者说一个故事 孩子跟刚刚的孩子 差不多也是六岁左右 他现在已经可以完整的 像讲故事一样 讲自己喜欢的书 比如说讲小兔子学花钱 讲勇敢的胆小鬼 那甚至于他能够 跟出版社的同事 一起去直播卖书 讲的会声会色 那很多人都给这个小祖宝点赞 那么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小朋友甚至于可以编故事 比如堵车的时候 他看到路上很多车 就用汽车来编故事 轿车 越野车 红色的车 白色的车 那他给每个车 都提上了自己的色彩 讲述了每辆车的故事 每辆车的性格 每辆车的好朋友 等等 那最后就是在路上堵车了 他说因为这些车在聚餐 所以这种孩子说的能力 是他们写作能力的训练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石 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 我们新教育有一句话 我今天也分享给所有的父母亲 那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不追求分数 但是也不应该惧怕考试 所以爱写作的孩子 我想就是那些不追求分数 但是也不害怕考试的孩子 那我也坚信 以文字打交道的人是幸福的 让孩子真正的坚持阅读和写作 爱阅读和写作 在阅读中学会阅读 在写作中学会写作 他们不仅可以在阅读和写作中 健康增长 也会成为他们一生的最大的财富 最后呢 给大家留个课和作业 我想就是从今天听完我们的讲座开始 让孩子开始写作 陪他写作文 让他先写七天 或者先缩写七天 然后再坚持21天 每天坚持写日记 那么一开始 你甚至于可以和他比赛 跟他一起来写 你爸爸妈妈也跟你一起写 那么这样 这个就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你的孩子还小 和不会写字 那么你可以在手机上给他录下来 或者说他说 你帮他记录下来 让他画下来 关键就是坚持写日记 坚持从写七天开始 好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我是朱永鑫 我在新父母大学等你 我们下集课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